讲一下有关我们的课程纲要 所以待会的话呢 我会说明一下 OK 那大概几个啦 第一个我大概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第二个一些相关参考用处 第三个的话课程简介 那课程简介里面的话 跟前几个学期最大不一样 就是我会直接 之前几个学期有点像实验性的 但是后来我发现 现在可能不只是实验 是真的可以拿来做 所谓的直接AI直接生成公式 跟VBA这件事 所以我们这学期的话 就会全面的把AI带入到 这个这件事情 就生成公式跟VBA程式 那这个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以往你可能要花很多力气 循序渐进的 背很多的函数 至少400多个 背完我看看这学期课都不够用了 更不要要写程式 对那写程式要花多少力气呢 很难估算 有的人添之好 大概一两年 大概就已经会写程式 写得还不错 但是如果你添之不是很好的 没有天赋的话 我跟你讲 你写五年十 你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因为写程式最麻烦的地方 就是一个字都不能写错 如果你写错一个字 哪怕只是一个逗点好了 我跟各位讲 结果还是不可以 还是不能执行 那可是有AI就不一样 第一个 他自己帮你写 第二个呢 如果你假设程式发现错误的话 跟各位讲 直接把错误的程式贴回去给TrackGP 然后开头请帮我除错 然后把程式贴上 厉害的地方就是 他真的马上帮你把错误找出来 而且直接帮你修正 修正完程式再贴回来 就OK了 简直惊呆 真的 我突然发现 这东西太好用了 OK 所以呢 慢慢你要学会 如果透过AI 可以让你的功力 真的大增 真的要说五年十年都没有问题 OK 那当然我们目标是希望说 从那个Excel比较简单 必须要学的 第一个就函数 那他你说是不是可以全部都不用学 不是 你至少要知道 如果AI帮你产生的公式 那你要怎么会用 还有简单的会改 那最好 如果可以自己变化 当然最好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Excel里面 如果要产生程式的话 以前我们会教大家用录制去集 就是